问万代在去年魂展透露海贼王系列SHF的消息之后 今天终于发布了玩具的具体发售计划 而且这次以下就是三款 草帽一伙的三人组 首先两年后的主角海贼王路飞 经典的上身红衣下身短裤造型 从关头上看比之前会展上的照片颜色要鲜艳不少 关节上看采用的是类似龙珠SHF的可动设计 上身的短挂和腰带应该是软胶材质了 配件方面除本体之外还包括大笑愤怒和吃惊三种表情 握拳四指发布以及服帽四种不同手型 此外还有戴帽子和不戴帽子的发型替换件 左龙团也是两年后的造型 黑衣长袍 下半部分应该是软胶 上身可以看到里面的胸腹关节 但是这个衣服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可动性 配件方面还是不少的 表情有微笑脸愤怒脸吃惊脸 以及一个施展三道流时候的咬刀脸 另外还附送了陆飞和索龙配合时的吃惊脸 替换手型有两种 替换手腕一个 这里观图没有详细展示 只能到后续情报了 同时当然还有出销的三把刀 以及一个带刀的造型配件 最后是杉质 从观图上看 我个人感觉杉质的整体造型 算是还原最差的一款了 上半身的比例略显臃肿了 就这张正面的战字图来看 肚子略大 衣服配色也不是熟悉的黑色而变成了深红 不过海贼从冰上之战之后 我就一直看漫画了 这个合制国也可能是换了配色了 配件有替换表情四种 微笑 愤怒 吃惊 好色脸 从这个罐头上看 牙齿是做成了一块有点糊了 同样杉质也附送了一个陆飞配合的可求脸 手型方面 手型方面有交会用左手一个 右手三个 同时还有左右恶魔夫鸟替换剑和大腿路件 陆飞的整体高度是14.5厘米 预计发售日期是今年的8月 官方的含蓄售价是4400日元 折合225元人民币 256元港币 以及997元台币 索龙和山智的整体高度都是15厘米 发售价格也都是7150日元 折合336万人民币 4176元港币 以及1619元台币 索龙9月发售 山智10月发售 好的 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玩具发售后 我和玩具商会第一时间为你做上神秘测评 还请各位点赞关注 您的点击就是我们的动力 好的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